Hi guys, this is Josie, I'm a social worker and a spiritual counselor,我是 Josie,我是一个社工和灵性咨询师,今天到第四十集了耶,今天要分享的话题是灵媒信息的对与错,其实老早就想要分享这个话题了,为什么呢,因为很多人也来问我同样的问题嘛,什么什么东西是真的,什么东西真的是存在吗,这个这个说的是对的吗,我知道啦,会因为是我们看不见的世界,所以我们会对这些信息的对错产生怀疑, 然后更因为是看不见的世界,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可以去求证的方式,有时候我们会甚至找不一样的灵媒啊,太棒了,不一样的灵媒啊,不一样的占卜师啊,不一样的通灵者啊,不一样的那种宗教团体,然后那帮我们佐证就同样一个问题,我们可能会去问很多人,然后帮我们佐证我们得到这种信息是不是一致的,或者是是不是对的,或者是错的,特别是我最近也会遇到很多就是关于前世经 神的问题啊,很多人就会问我说真的吗,真的是这样吗,嗯,我们就心里会不知道说,灵媒的信息到底是对的,还是错的,还是哪里来的,其实我相信每个灵媒啊,获取信息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,但总归来说,因为信息是一种震动频率, 然后灵媒就像我们,我们会通过自己像是一个塞子,通过我们自己对这个震动频率的感受,接收到我们自己身上,我们自己再来诠释我们对这一种震动的感受,接收和一种理解,那这种理解呢,其实也是根据每个灵媒的天赋而来,我相信每一个人,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独特的,没有哪一个人会有大概相同的能力,就算是有相同的能力, 那我们对朋友的东西感觉到的也会是不一样的,嗯,所以说每一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,会根据自己的思维模式,会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和领悟,对同样的震动也会产生不一样的理解,但并不是说这些不一样的理解,就是错误的信息,我相信每一个有感官的人啊,在帮助别人的时候,或者是别人来向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,都会想要尽可能的去帮助到, 这个人或者是尽可能的去给这个人提供有用的信息,那每一个人其实就像我刚才说,对这种震动的了解是不太一样的,然后因为我们是个人嘛,我们是个人嘛,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理解本来就是非常片面的,为什么? 因为是我从我们自己主观出发,我们是从主观来出发了解这个世界,对看回自己的感受其实非常重要,当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,不管是一个多么渊博的人,或者是一个知识多么丰富的人,或者是一个多么经验的灵媒, 因为我们在看到同样的震动的时候,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角色出发,看到或接受再来诠释这样的信息评论,所以我要说,其实我们有get到这个点,就是有get到这个信息的一个大概,但是有点像拼图,有点像拼图的碎片,然后如何这样子获取,因为灵媒也是人, 但重要的是,不是说灵媒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到底有多高或多低,不是说这个人比较准,那个人比较不准,其实我并不会这样认为现在,我觉得重要的,不是说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和真实性,而是你在跟这个人对话的时候,这个信息带给你的,是不是解决了你当下的困惑,它是不是让你难过的心情变得好了一点, 是不是在你当时困惑的时候,或者是难过的时候,这样的东西给了你安慰,还是说这样的信息带给你加深了你的恐惧,加深了你的焦虑,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,如果这个感受会让你感觉到比较好,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有所获得,甚至会,或者仅仅的是你比较难过的心情得到了一些安慰,那么这个信息对于你来说,就是非常有用的, 它和真假没有关系,因为真假对错,其实真真正正的只存在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物质世界当中,对于任何的宇宙信息来说,或者是任何的一种振动频率来说,并没有真假,自己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, 所以我们在向灵媒寻求帮助的时候,有时候真的要轻轻听听自己的内心,我们对这样的信息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,如果它让我们变得比较好过,或者如果它让我们,它解开了一些我们的困惑,其实就好了, 对,每个人也会诠释,只是想听到自己想听到的,因为我们是人,人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动物,我们只会从我们自己的想法,主观意念出发,去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, 那今天的直播很快哦,就给大家参考看看,谢谢中期节来捧场,拜拜!